各位觀眾,歡迎繼續收看 2020競技障礙天然賽闖關攻略的第四集 這一集會講解一下比賽的主意事項 有大家的支持和配合,比賽才可以順利進行 比賽日在11月1日 但是在10月31日下午會開放比賽場地 給參加者試玩各個關卡 活動當天早上8點開始 可以在現場檢落和儲物 初賽在9點半分組進行 12點初賽會全部完結 隨後就會進行決賽 完成比賽之後 記得憑晶片腳環換領精美紀念品一份 而11月2日至6日期間 可以到體育局的官方網站 www.sport.gov.mo 下載成績證書 前往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的方法有很多種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參加者 可以經體育館大馬路進入 而自己開車的就需要經連花路的出入口進入 體育館大馬路的路口是禁止車輛進入的 留意一下車位的數量是有限的 如果未能成功挑戰關卡的參加者 每次都要完成額外的體能任務20下 才可以繼續闖關 每個關卡都有一定的輔助人數 如果未能搶佔關卡上面的位置 就需要在旁邊輪候 挑戰組對際賽的參加者 除了完成原有的關卡之外 過第13關之前 是要完成一個對際任務3下 參加者在完成檢錄之後 會得到一個晶片腳環 請妥善配戴 確保在比賽的過程中無遺失 否則就無法計算成績了 祝大家盡情愉快完成比賽 成功挑戰自我突破極限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關於廠關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請你來我提供看